歡迎來到網上世界 今天我們錄一段 就講講倫敦遊客區刺刀 刺傷 十一歲女童 這件事就有個樣子走出來 現在警方放了個圖出來 所以你說是不是大城市安全呢? 是不是旅遊區有安全呢? 沒有這件事的 這個世界充積著很多謀誤 我在台上就想說一下 你真是貼地啊 這些完全是謬誤 當然我們說某個國家的人特別不好 是甚麼? 不對的 這個世界甚麼種族都有好和有不好 很多人喜歡印度人 但我有個印度朋友 我大學的時候是真的好朋友 我經常去他的家 有好又不好 不是說有色人是特別差的 我經常跟他講笑 我記得到二年級的時候 我讀工程 他就去讀這個 即是開飛機 去練飛機 即是練小型機 然後儲舊幾多小時 就轉大型飛機 去練習一下 我現在沒有聯絡 但我想他可能真的 即是斷了聯絡 那時候我在澳洲讀書的時候 就認識了他 我們很喜歡開玩笑 我們笑得一輪在地上 我經常在那裡 我便囂張他 他便囂張我 都幾有趣 他讀到二年級就沒有讀了 即是尋找自己的興趣 都幾好的 那時候我去澳洲 是一些新區 即是新發展區 那區都沒有什麼人 我記得他去車我的時候 去到那裡 真的到處都在建設 我還記得 現在都建設得很快 我想澳洲都不同了 好了 大城安全是謬不來的 某種人種是特別好的 特別差 都是謬不來的 即是人會進步的 很多人都是以前的想法 那當然有些民族性的 劣根性始終都有的 但我又問一下你 那這個人是什麼人種呢 即是你不知道的 即是你說去哪裡來的 即是完全不知道的 那我開估就是羅馬里亞 那羅馬里亞 我都不熟 都不認識的 即是很多國家 其實我們是不認識的 即是英國這個地方 就龍蛇混袖 或者好像有人說 喂你真的不知道 潛了什麼人進來 即是阿富汗也有 巴拿斯坦 有很多不同的 聽都沒聽過 波蘭那些 那你在裡面呢 就 你辨別不到什麼危險 最危險就是 你辨別不到危險 你明明一個11歲的女孩 對你完全沒有威脅性 是不是 會不會是出言侮辱 或者什麼 你不知道的 你避不到 你看到那些衣服 就好像做一些工程 那類可能 但我不知道他什麼心理狀態 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不知道為什麼 你會有個衝動 羅百刀 即是不知道什麼心理狀態 去襲擊人 究竟什麼事呢 又不 即是另外一個三十幾歲 亦都被他刺傷 那 你很難去避免這件事 即是很多人說 我小心一點就可以了 那你告訴我 怎麼小心 怎麼認到這個人是有事的呢 你真是開玩笑 我真是老實說 真是不知道 即是不要說 我真是 即是不要經常說 喂 你可以避免這些事情 又 blame the victims 即是你 你有時賴那個受 即是那個人 那個受傷害的人 那有時受傷害的人 什麼都沒有做過 他是很無辜的 有時你說 我拿一些財物出來 被人炫耀 被人看到 這些是我的問題 是不是 這些是活該死 但是有時 在沒有任何情況之下 你都受到傷害 那這個就是 很難容忍這件事 這個女生是 刺傷到要做整形手術 應該是 我不知道在肢體上 還是什麼部分 但是 真是很恐怖 這些事情 你會對小朋友下手 為甚麼 沒有解 當你調查到 好了 真是大城市 抓到了 但當你調查到 什麼事的話 其實這件事是無補於事 最重要就是化解這些衝突 但是這些根深體固的事情 怎樣化解 這個才是考功夫 你真的考功夫 你經濟不好 就會出現這些事情 有些怨氣 就怨當地的人 有時你說 你融合就沒事了 我想說 我讓你融合了 好了 融合了當地人 如果有這樣的襲擊 你女兒和其他同學一起去玩 怎樣也受襲擊 襲擊完去 那又怎樣呢 這些 雖然這些是假設 但我不知道 但是 融合也未必融合得到 你這個 generation 下個 generation 就算你真是跟他們真是好朋友 整個家庭很親密 但是 你一些 是你有理據 但是對方沒有理據的情況之下 吃虧的是你的 真的很搞笑 我有一次 講一講一講笑話給大家聽 那我有個 有個 突然想到這個笑話 那我有個朋友 那時候澳洲 移民 我朋友移民 不是我 我移民 那天在他讀書 我們去探 他 他開著車 就在這裏講 因為他是那些聰明的人 我一個 我一個朋友的 哥 他是那些 最聰明 即是很聰明的那批人 他那時候 當年的中大 也是很難入 那他是最聰明的那批來的 他在內地有生意 那 他後來 即是他專門是炒東西的 炒那些 其貨那些 那他呢 就 跟我們說 他拿最高薪 那個公司請他去澳洲 你就知道 應該 即是當年 本地沒有專才 對不對 要特地請他 應該都是很聰明的那些 數學 邏輯思維都很厲害 那些人 所以 我在裡面 都學了很多東西 即是很搞笑 我們經常都下棋 或者 German Bridge 都是去教我 那 那 那次他就在這裏講 我在他的車 我在後面 他和他弟弟在前面 我們在聊天的時候 他就說 這些東西是交通意外的 其實 完全避免到的 那些人駕得不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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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我就突然間 我不知道我個人是甚麼性格 我不知道大家怎麼看我 那我就突然間在想 不是的 有時候 有時候 你小心 但是別人又不小心 你都是有意外的 我就跟他這樣說 喂 你不撞人 別人撞你的 你怎麼可以說 就是 開車有失誤 就是因為 因為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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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的技術好 就可以避免所有危險嗎 即是原理就是這麼簡單 我當時衝刻而出就是這句 誰知不夠 五秒 真是五秒 即是 一二三四五 那聲 後面的車就撞過來 我記得當年那一輛是Akura Akura 我想大家都不認識的 不知道是甚麼 是Honda 跟不知哪間廠合作 那時害怕到他 他那時候很有自信 迷之自信 他走出來 很害怕 然後他說 抽了他的東西沒有 怎樣怎樣怎樣 因為當時我們沒有相機 甚麼都沒有 即是我們沒有手機 即是電話手機 沒有的 很久了 是害怕到 他那個弟弟 有沒有問了些東西 然後他又粗口 又搞錯 那些 當然用中文說 不敢用英文 所以你說好不好笑 即是 即是有時你是 即是你那個人是沒有東西的 但難保有一些不正常的人的行為 會導致到你有問題的 對嗎 即是你說被 即是你說被 你講笑了 沒得被的 實際上來說是沒得被的 即是唯有說黑仔 即是不幸運 沒得被 那 希望大家都安全 沒得小心 小心是廢話來的 所以我們說有些風險 你是沒得避免 你就要接受它 你在那裡住就要接受 那裡的治安是比較差的 即是你沒有辦法 你就接受 沒有 你還有甚麼可以說 你就接受 好吧 覺得有用 讚好分享給朋友 下面留言討論 大家可以聊聊 不同的題目 或者不同面向生活的點滴 我在這裡分享我自己的面向 不同面向和生活的點滴 Patreon 會分享一下 對經濟 怎樣看 那其實你投資 你頭那段應該是 把所有的錢都放進去 即是有些人 即是在那一刻 在那一刻 就發達了 但去到現在這一刻 大家應該是 有那麼小心 得那麼小心 即是剛剛倒轉 現在整個 情況看上去 好像沒事 或是甚麼 但反而這些時候 你更加要小心 不菲特仔 每個人都很興奮的時候 更加小心